好 以上我们谈完十六位大罗汉呢 安六头是最后的第十六位 如是等诸大帝旨 我们结束了我们所谓的十六位大尊者的一些公案 我们也了解到呢 我们针对帝旨或者是孩子 这些都是内密的菩萨恨 外线生文身就是出家嘛 进行寿 所以我们都是以佛为基础 所以我们是佛陀 这个叫大帝旨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到呢 每一个因缘世尊在说法的时候呢 法会都会有这些藏水中 就是这些大罗汉都会在旁边的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法会的应有 了解到呢 当初世尊在每次的法会的当中呢 藏水中呢 都是出家二中的比丘生 比丘尼啊 在家二中的忧婆舍忧婆尹 比丘生尼有时称他们为生文元爵大罗汉 这是属于小圣的 大圣中还有菩萨 还有天上的上天的天众 还有龙众天龙八部啊 那阿弥陀经我们也参加了 过去呢 参加的分支里面呢 过去我们了解到这十六个大罗汉 这些大罗汉 那加上我们 如是等住大地址 如是等就是等十六位以外 还有一千两百五十位大阿罗汉了 我们继续呢 了解到呢 病诸菩萨摩赫萨 病诸就是和同的意思 就是说 不仅十六位尊者 上等地位的一千两百五十 五位大罗汉在座 还有许多的菩萨也同时来参加 同时来参加 这许多的菩萨呢 都是大菩萨的 所以摩赫就是大了 所以我们知道菩萨就是觉友情 觉就是呢 唤醒 友情就是众生嘛 所以呢 我们在华夏文明呢 中华文化 孟子夫人呢 夫子就是说过了 以先觉 自觉而后觉他 自觉而后觉他 所以我们了解到呢 吉利利人 自觉觉他 所以这些在 有情 或者是众生 这些范围呢 都是代表 无情有情的 那我们也进一步的了解到呢 孔子呢 周游列国的时候呢 西部甲 卵的 以世书礼乐的交人 期望我们世界和平 世界大同的 这是我们华夏文明的啊 那我们给他叫万事实表 那周文王呢 恩哲仪 对死人当中所怀念 怕我们所谓的这些百姓恶了 所以后来呢 我们也了解到文王 还有孔子 在佛法里面 我们都称他为菩萨 所以相对的 我们对这个菩萨呢 在华夏文明呢 我们知道就是一个积极奉献 发大心的人 那我们针对这个天龙八部 也是 天龙八部 甚至我们也有个非常棒的地正王菩萨 也是 第一步空 未不成佛 事不成佛 也是一种真正的牺牲至起 所以我们如何真正的呢 粉身碎骨呢 完全呢 将此身心奉承煞 奉承煞 所以在弥陀会上当中 我们呢 了解到呢 病诸菩萨摩赫煞 好 我们继续呢 文书斯利 文书斯利法王者 阿异多菩萨 前陀和体 前陀和体菩萨 常经经菩萨 以如是等诸大菩萨 又是等诸大菩萨 我们这里呢 讲了四位菩萨 第一位菩萨 当然就是文书斯利了 我们也称为曼书斯利 曼书斯利 这个文书菩萨 这位文书菩萨 所以我们在汉文 华语就叫妙首吉祥 妙吉祥妙的 法王者呢 就是法王 文书斯利在法王者当中 他知道 大家知道他就是法王 就是大菩萨 在阿鲁汉当中 舍利佛是第一的 但是在菩萨中 是以这个文书斯利 所以我们有所谓大小圣 各个都是最有智慧的代表 文书斯利菩萨 文书斯利菩萨法王者